《合傳》 《合傳》我們是1998年成立了 然後那時候成立就是我們不同領域的 所以有戲劇藝術家、有音樂家、演員還有導演 就是一起創作 這樣子我們就覺得要做一個更親密 回到最親密的就是一對一的一個演出的模式 所以這樣子我們在想的時候 你怎麼去創作一個戲 就是讓一個觀眾全身會有不同的刺激 不同的創作的可能性 這個戲好不好吃 不是好不好看就好不好吃 我這樣子我覺得那種 你怎麼去給觀眾那些所有 所以他離開 它是一個全身的一個體驗 我不是這裡享受 而就是 my full body 我的全身 台北市的人都是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公寓 可是飯店這麼那麼多 而就是我在這個同一個城市 找一個 我可以離開家 我可以離開我的人生 我可以離開我的忙碌 而去飯店休息一個晚上 另外一個我覺得就是 一個飯店蠻特別的地方 它是有點像amnesia 就比方說這個房間就明明 已經有 一千個人 睡在這邊 住在這邊 可是每次你走進來 好像他要加裝 這個飯店就是你是第一個人 所以這樣子走進來 哇 我第一個人 沒 剛剛五個小時之前有一個小胖子在這邊 幹嘛 因為就是 這樣子就是一個amnesia 所以這樣子我覺得 剛好跟做戲是相反的 因為做戲 就是你要 我要 你不要忘記我 飯店就是你要忘記過去 你要忘記它的未來 而就是在當下 所以這樣子我這個飯店 是一個蠻奇妙的時空 這個戲 什麼時候開始 是觀眾 進場到樓下的那個大廳嗎 或者是觀眾在走到裡面 所以這樣子就是 一直會去發展一些不同的畫面的片段 因為平常我們在演出 我們就很安全 一個演員 坐在這邊 在台上做動作 然後觀眾坐那邊 都好像有前一個合約 你在台上可以搞怪 可是 不要走到我這邊 然後演員就是有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我記得有一個光 就是有我自己的區域 你不會走到我這邊 可是這樣子 在一個飯店裡面 就是 那麼親密的一個小地方 這樣子 那個危險性在 所以表演者 就是也是要很即興 就比方說 我走進來 每個戲都有一個很明確的劇本 可是一個觀眾進來 他如果他 很冷 你講一個笑話 沒有笑 Oh my God 我還有40分鐘 跟這個人要相聚喔 我怎麼辦 或者你一直走進來 那個人開始自己在亂動 你怎麼辦 所以這樣子我現在 對那個表演者的話 就是一種很 很即興的一個狀態 然後要連續28次 28次為了配合觀眾 而去改變那個演出 我這齣戲叫做 烏上積雪 就是我用的是 旅館的 現實空間的 現實性格 就是我把這個空間 當作一個 旅館的房間來用 然後我做了一個O 一開始這個O 就放在浴缸裡面 好 所以觀眾一進來 他看到會是一個O 但接下來 就會有一個 一個醫護人員 就叫安娜 他就幫 請觀眾幫忙 把這個O抬出去 然後他們把他 當作一個真實的老人 來對待 然後就開始進入這個劇情 所以觀眾變成了一個 來探望老人的人 好 所以很自然 觀眾一開始會變成劇中的角色 然後但是到後來 這個戲進展到最後的時候 我們會讓O消失在這個空間裡 然後讓觀眾 躺在床上 讓他變成這個老人本身 而且我們會為他吃藥 好 所以讓他 從一個旁觀者到參與者 到最後變成當事人 我改編了 核電員工的最後一言的本書 裡面的一些內容 為什麼要在旅館裡講核電的議題 因為我覺得 大家可能覺得說這些公共議題 就是門關起來 就不關我的事了 可是我就是要讓你感覺到 你就算到了一個獨立的空間 一個封閉的空間 與世隔絕 但是這個議題還是會進來 他就在你生活裡面 你逃不掉的 所以我覺得更值得在旅館裡面 做這樣一個議題 而且他就是在 不但在老人的生命裡 也在這個觀眾 他跟老人說的互動裡面 最後觀眾變成老人的時候 他要吃的藥 可能都跟這個議題有關 那我覺得 這個就是讓觀眾最 可以最強烈的感受到說 我們人不是獨立的 就算這個觀飲經驗 觀賞經驗是獨立的 但是人在這個社會裡 絕對不是獨立的 其實在旅館裡演戲 我相信河床絕對不是第一個 也不是最後一個 可是最特別的是 他是專門為一個人而演 所以他可以讓這個觀眾 所有的感官打開 當他是一個唯一的觀眾之後 他非常的孤獨 他必須進入一個完全不同 於觀眾的情緒裡面 而且當初的服務都是為了他一個人的時候 其實他就 怎麼說 就是我覺得這是這個 這個概念裡最獨特的地方 他讓觀眾非常的 會在意自己的所有的感受 因為就像我們看一個演出 在這個演出裡 每一場演出裡 就是唯一的感受者 所以觀眾會整個人 全部打開來 然後非常的敏感 去觀賞這整個製作 因為他是唯一的見證人 他是此時此刻這個空間裡 這麼多演員圍繞著他 然後他是唯一的見證人 所以觀眾的感受 就會被開發的特別強烈 我覺得這個也是 就是當你尊重觀眾的時候 觀眾就開始尊重這個演出 我的戲 他跟觀眾的互動很多 他必須跟觀眾對話 所以當觀眾的回話不同的時候 這個戲的方向就會稍微改變 一開始我們四個導演來 大家選完房間以後 我是 視不同的位置 看觀眾的視角 然後來決定這個整個戲要怎麼發展 所以說其實還是有 房間的空間作為出發點 那其實我的戲 從 戲的開始 前一個禮拜就開始了 因為我 從前一個禮拜 我就寄了兩封信 給每一個觀眾 28個觀眾 然後這28個觀眾 他們收到的信 裡面 兩封信 各是一個 我收集到的 有一些 不可思議的巧合的故事 然後一封信裡面 有一個故事 跟一張舊照片 然後一封信裡面 有一個故事 跟 一張拼圖 就是一個拼圖的 單位這樣子 然後 有一些觀眾覺得 這兩封信 其實好像是那個 什麼宗教團體寄來的 這種神秘的東西 然後有一些觀眾 有一點點連結 它是戲 但是對於 在戲之前 他們就有一個 比較神秘 Mysterious的感覺 我會希望他們把這個感覺 帶到戲裡面 所以 這個連結 不是從戲開始 而是從戲還沒有發生的時候 就開始 故事的發展 當然 我有用到每一個空間 然後 包括廁所 浴室 還有 陽台 那陽台的話 陽台的空間其實 做這齣戲 最痛苦的地方 就是陽台的空間 因為 你知道旅館的房間 其實不能盯 然後不能做任何施工的作業 所以說其實我們 那個陽台空間 是直接用 有點像半黏貼的方式 把整個木座搭起來 搭在這個空間裡面 然後我們其實就是 在大的時候 要跨到陽台的外面 去鑽裡面的東西 因為我們不想要 不換別的結構 所以陽台裡面 搭了一個布景 然後有水晶燈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旅館的空間裡面 做戲 其實 它是一個優勢 就是它是一個 它本身就 這個戲劇的張力 就是一個優勢 那我覺得 在我做戲的時候 怎麼從這個戲劇的張力 又把它帶入 另外一個超現實的空間 我覺得是我那個時候 還蠻專注的點 我覺得也 有點像我畫作 就是自己的作品 那樣 我會希望 我帶觀眾進到世界 是他沒有辦法摸得很清楚的 就是他可能知道 這個是 介於現實跟非現實之間的那一條道路 但是他沒有辦法很清楚的知道 我現在在哪裡 然後我覺得 我希望帶給他這樣的感受 所以 當他出去的時候 他覺得我剛剛是 做了一場夢嗎 還是說 我剛剛其實是 真的到了這個空間 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我想要帶給他們的 就是這個膠卷 他上面其實有很多影格 就是分鏡的畫面 那這些都是 在 演出之前 我們拍了一系列的 跟演員真實生活場景有關的一些畫面 然後他裡面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這個戲劇集叫做 Just For You Festival 那其實我在裡面有一個 一組帳號密碼是 YouTube的帳號 對 那我就寫了一個 Just For You Tube 的這樣一個東西 那 觀眾他們可以透過這個帳號跟密碼 他們去登入YouTube 然後在演出之前 他就已經可以先 觀賞 我們為他準備了一個 有點像Trailer的感覺的 一個預告片 就是希望他透過影片 可以先對 這個戲的一個氛圍 有一個 感覺 然後他可以從那些 他所看到的那些畫面 或是那些聲音 他自己去創造一個 他看戲之前 他自己版本的一個 這個戲 對 那 直到他真的進到旅館的空間之後 他自己再去做那個 串連的動作 其實我運用了那個 旅館空間的三個 不同的特質 第一個空間 就是看到演員 背影的空間 他其實是 讓觀眾是一個比較 舒服的狀態 去看整件事情發生 就有點像是 他透過一個帳號 去看 演員的 生活片段 他是一個比較有距離的 安全的一個姿態 但是在浴缸那個地方 演員他有一個 長達十分鐘的獨白 然後他跟觀眾 就是有十分鐘的眼神的接觸 就是他從一個很安全的 到一個很親密的一個距離 那十分鐘的獨白 其實是關於這個演員 他自己跟他當父親 演軍人的一個關係 我覺得浴缸會 浴缸真的是一個 這個戲 一個比較核心的場景 因為我其中一個演員 他是一個樂團的Vocal 那他第一天 因為我們之前都會到旅館線 來拍戲 那他一到浴缸 他就覺得 哇 太棒了 就是他覺得在浴缸上就是 對一個唱歌來說是 太棒的事情 就是他喜歡那個 Echo的感覺什麼的 那我就覺得 他喜歡這個空間 針對這一點 我就會發展出一個 OK這個空間 他可以怎麼 有他的情況下去使用 就很多 有點隨機的決定 不是說 一開始一進來就決定 這個要幹嘛 這要幹嘛 就像我的劇名是Zip 其實Zip它有很多 含義就是包含拉鍊 雖然可以開始說 見面三分幾 所以我一開始會有那個影像 我想要讓影像做一個 氣氛的出筆 我想要讓這個架構影像突發 然後在房間的演出 然後在演出之後呢 這個事件感覺 可不可以影響 就是觀眾的這個經驗 或甚至是演員的這個經驗 它能夠持續 我想要讓它 不是一個表演 它也許是一個 更大的一個結構 每個人的享受 可以很不一樣 因為每個人進去 從很多不同的角度 很多不同的人生的經驗 而這樣子看到的人 看到的東西 如果一模一樣 很怪 我們的戲就是為了你而創作 就是跟你看電視一樣的 你可以看電視 你可以看那本來是一個恐怖片 然後再看一個戲劇 再看新聞 然後再睡覺 那就是你第二天 你會忘掉那些所有的事情 可這樣子 你怎麼去創作一個戲 讓那個戲二十年後 觀眾還會記得 所以這樣子我覺得 對我們四個導演 還有那些演員 那種挑戰 你怎麼進去觀眾的人生